红昼听得很仔细 不时地点头凯叹 莫了 瞇着单炮眼 愧然说道 也是你命中该有这一劫呀 中间贵人相救 瓜州驿站 你要不救进家儿子 未必有这样的好报啊 王宝笑道 依着爷说 那个穷药范婆 还是个贵人了 红昼正色说道 那当然 比如和珅捐银买炭 就进家 和珅就是进家的贵人 穷困中又遇到我 我就是贵人 你以为 文王易经理的贵人 和世上这些戴官帽子的 是一回事吗 这么着 这里许多银子 你随意取 取得动的就拿取报恩 也就是他园中应得的福分 左右这些钱 也都是你赢的 派个正经用场 那也是该当的 你狠投我的缘 回京 即没什么大事 索性跟我一路 宿州去 回来 我给你续报 刘全看看 满桌包裹 剁着的银子 心里划算着 这是好大一份家业呀 说赏人 那就赏人了 这位王爷 好大的手面呢 他咽了口水 傻子样的瞪大了眼 那 那奴才就放肆了 谢爷的赏了 和珅 熟练的给洪咒打个签 却不去搬那些银子 只笑说 怕有一百四五十斤呢 背到九宫娘娘庙 何必呢 把吴家嫂子请来 不也一样吗 洪咒跌脚笑道 嘿 你这身子骨啊 我打量你也取不走多少 谁知 你竟是贼才贼制的 一步三计呀 好 你既有抱飘母之情 我有何不能为 记不一诺呀 和珅笑着去了 洪咒觉得度饿 正要叫王宝去弄点心夜宵 猛听的楼梯一阵脚步乱响 杂踏 摇乱 踩得房顶 成尘 都知颤抖 里头夹着方家记的尖嗓门 就在这个楼上 这是一窝子贼 只管逢人就拿 洪咒还在发愣 刘全急道 爷 快藏银子 这准是方家串通了衙门的人 来捉赃了 他认准了洪咒的身份 却是十分忠心 不管不顾的将桌上银子一搂收了怀里 便往床底下塞 王宝骂道 嘿 我知是他奶奶的 谁他妈的吃了豹子胆 活得不耐烦了 一拉门便冲出去 一见几个轻衣大汉冲上楼梯 他双手一插腰 刚要喝骂 方家记指定了教导 也有他在里头 早有个汉子飞身扑过来 不问青红皂白 家脸便打了王宝满眼花 晕了一下 未及倒地 已被人劈胸提起来贺问 你这狗东西 你主子呢 银子呢 王宝争了一下 脱开那个人的手掌 他的脸立刻变得血红 一半是被打的 一半是因为暴怒 他生性最是倔强 精华有名的铁驴 又醉在红皂面前得用 只有跟着红皂七五人的 哪里丢过这种人 他也不言语 甩手闪开身 一个头锤 扎身向了当头 那个大汉下巴上 拱了出去 那大汉在楼梯口 猛地着了这么一下 上下磕牙 咬得血头鲜血淋漓 妈呀的大叫一声 仰身倒下 把楼梯上挤着升阶的人 砸倒了三四个 狮子滚球 跌落着下了楼 历史满楼响动 夹着污秽不堪的骂声 风华老店 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 梁富云黄富光二人 早已听见动静不对了 他二人职责是护卫红皂 王宝来到楼梯口 他们已冲出房间 直入红皂的卧室 梁富云双手持茧 黄富光是一对判官笔 护在红皂的身边 红皂起初也是一阵的慌乱 开后窗要逃 看看楼高没敢下 刘全说道 爷甭怕 这是官府 不是劫道的 说清白他们就滚了 红皂指着额上的汗笑道 嘿 爷爷的 谁怕了 我他妈的是嫌屋里热 偷偷气 福光 去叫他们 牙医的头进来 不得王宝要知亏了 梁富云说 福光护着爷 还是我去 从腰里取出巴掌大的一块腰牌 亮了亮 便出去了 一时便听他在外头喊 乱什么 要起反了吗 我们是刑部 鸡不私的 这是腰牌 我们王大人传话 叫你们打头的出来说话 一时便听外头一片 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似乎还有嘀嘀的骂声 呵斥声 楼板踩得吱吱响声 渐渐进来 梁富云打头进来 王宝 开着鼻上的血迹随后 进来洋洋的站在门口 随后是个白净脸中年人 轻愁长袍 黑段子马挂 一条辫子又细又长 拖在脑后 小心地进屋来 他似乎有点受惊的模样 心神不定地眨巴着小眼睛 看看红皱 又看看凶神恶煞般 站在两边的梁皇二人 又瞟一眼得意洋洋 站在一边的刘全 朝上长衣倒地 颤声说 卑职莫怀骨 见王大人 敢问台府 官法 红皱吞得一笑 却不回答 莫怀骨的问话 反问说 莫怀骨 感情我们这儿演的是一捧雪啊 你是这镇上的典史 三更半夜的 带人来拿我 是什么缘故啊 莫怀骨方才 已经厌看了 梁富云的腰牌执照 梁富云自己就是六品精弦 却站在这位王大人的跟前像个跟班的 一副门神的模样 越发汤不透这汪水的深浅 便不敢再问 加了小心回道 卑职不敢梦了 是方才这里家长到镇所报说 丰华客栈有贩马客人在镇上聚重豪赌 行迹可疑 如今西北有军情 勒尔锦制台已经下了献命 所有做茶马生意的内地商客 都要重新登记 验明引证 防着有准干尔合卓部的奸细 来刺探军情 兰州县高太爷就在镇上 拆石上头不敢马虎 既是误会了 请大人竖过冲撞 背职 这就告退 这话无论如何听来 还顺情入耳 红州一肚子光火 已是消了多半了 板着脸问道 首告我剧赌的是姓方吗 沐淮谷笑道 是 本地茂容客栈的老板 叫方家记 是个本分的生意人 所以指了他当家长 红州打断了他的话头说 我来告诉你 这不是个好东西 赌场上他弟弟是头号赌徒 赌输了他去砸厂子 能算是本分 骂他 汪霸蛋 你给我石头他 啊 是 是 是 墨淮谷被他这声突如其来的喝骂声 吓得一哆嗦 诺诺连声答应 方家就是这里一霸 恶棍刁民 卑职自然 这就料理他 说着就要退出去 红州白首叫住了 忙什么 也还有话要问你 这里地里种什么庄稼 一亩地能有多少除息 他自称爷已经奇怪了 呼啦叭地问出地土庄稼 墨淮谷顿时坠入屋里雾中 张着口 啊了几声才回过神来 回爷的话 这是兰州近郊 城里有的是粪 都是渠灌地 玉米一亩能收 约莫四百斤 高粱三百斤上下 骨子也能收两百多斤 也有种春小麦的 能收两百斤 还有燕麦 黑豆 绿豆 都是荒地上 慢撒种 收一把是一把 摆来几十斤的不等 还有几亩水稻 红州竖的又转了题 不说这些了 既是这么好收成的地方 怎么我听说 还常饿死人呢 墨淮谷这才明白 这位大人是要过问 鸡民的事 盲培笑说 哎呦 也准是误听了 咱们干肃地方穷 苦寒地己的 饿死人是常有的事 甘南去年还好些 甘东甘北 这会儿还在吃蝗虫呢 春天再暖一点 粮食上不去 再传温 死人的事 在后头呢 三唐靠着省里翻库 甘东的镇粮都从这儿出 全甘肃人饿得死尽了 才饿这里呢 红咒又问道 不问这事了 你们这里 捐奸纳粮的人多不多呀 刚刚明白过来的墨淮谷 顿时又糊涂了 红咒见他白瞪着眼 懵懂得可以 一笑又问 我是问 比如你们兰州县 去年有多少人捐粮 纳了奸生的 有六七个呢 六七个 不对吧 至少也有六七十个的吧 墨淮谷两手一拍 笑道 爷说的是笑话嘛 四十弹粮在这里 要折银子两百多两 谁又闲钱去换 那个空壳子功名啊 别说去年 把兰州城死了的 尖生骨头 都刨出来家上 也不得有六七十个呀 嗯 是吗 红咒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端茶绰道 你 去吧 一抬眼 见和珅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回来了 带墨淮谷出去 笑着放下杯子说 回来取银子了 可笑方才刘犬 听见人嚷嚷着上楼 就往床底下塞 人真要打上来 你塞进床下 就搜不出来吗 吴氏呢 你没有带他来吗 和珅目送 墨淮谷出去 听着他下楼的声音 似乎有点心神不定 犹豫着说 我们来了有一会儿了 爷在上头说话 他有点怯场 不敢见人 下都客房住满了 我安置他们后房院子里 歇着了 我觉得 今晚有点像做梦 这世事都透着假 方才和吴家嫂子说 她是本地人 也一样方家 怎的那么有钱 一夜输赢几千两 在这里是个 吓死人的数目 再说了 这钱赢得也太容易了 来这里捉赌 是想得到的 可是一面腰牌 就退了兵 这个 我说不清楚 红咒渐渐听上了心 咒眉沉吟半嗓 转脸问刘全 你平日赌博 一晚有多少输赢 有没有下过 这么大的赌注啊 刘全拍着脑门子说道 十年前有过 那是在兰州城 金凤楼 和马子皇 五少来赌 都红了眼 柱越下越大 一百两一小柱 两百两座庄 四百两乘番 我就是从那一夜 家到败落的 要不然 承袭排楼 半条街就是我的 他眼中贼亮的光 渐渐消失了 这三堂是个小地方 没人下这么大的柱 方家也不至于 有这么财大气粗的 老实说 他们说爷 带几万银子来买马 拉我来赌 我心里打主意 今晚要么死在赌场 要么就把家业 给翻回来 没往别的上都想 梁富云心里 早已一斗四起 他今晚一直没说话 是因为一路上 规劝的多了 已经惹得 这个王爷老大不喜欢 一入甘肃 红咒就数落他 看戏你管 逛街你管 起身你管 落脚打尖你管 你他妈的比皇上还大呀 只要老子不逛窑子 染羊没窗 只要没人杀老子 你他妈的给我住口 什么鸟皇天霸 又是什么 刘统勋刘雍的 扛他们的牌子 有屁的各用 他们都是我家奴才 你懂不懂 训得他狗血临头 他也真不敢招惹 得罪了红咒 皇家捕快 鸣满天下 原是因起身飙行 和陆林江湖上 黑白两道 渊源极深 若在中原 那是如鱼得水 左右风源 但这里是甘肃边外 江湖道上 行化是 升道 他也不敢逞能是强 有这两层 所以格外的持重 只是静观动视 暗中留心而已 他是老江湖 市面上人心险恶 情势纷纭 见得多了 跟黄天霸一道鸭响 还栽了个大金斗 此刻独自担着血海般的干洗 更是持重小心 如履薄冰 思量着今晚扑朔迷离的人士 更觉得和珅 疑得有理 因说 吴爷 这里不是天子脚下 乐儿锦带着万语兵 是甘肃的一方诸侯 他又是王炳旺一党 贵中堂五天前派人来说他在城里 就再也没和我们联络了 小的怎么看 今晚这事都透着蹊跷 咱爷们还是小心点为事 依着我说 留着何大爷在这关风 我们也不退房子 竟是出镇 另觅一个住处 观观风色看是怎样的 红皱触然一颤 脸上已经是变色了 怎么 他还敢造反啊 月中旗的七万陆营兵就在陕北 他的三亲九族 高唐令尊都在北京 何况这里的陆营 是总督衙门兵部 双重截指 也未必就听他乐儿锦调度 梁富云吃惯了他训斥的 从未见他如此神情严重 胆怯地咽一口气 又鼓起勇气 陪笑说 也说的是 成兵造反的事是没有的 乐志台是案子连着贪污 并不是谋逆 再者 贵中堂就在城里 这里的兵都是贵中堂 在张家口带过的 我是说 这是人家屋檐下 查办的案子 牵连通省大小官员 爷左哥还说 甘肃无亲关 都是他娘的奸臣 但有一个有天理的 这门大案子 怎么能瞒到如今呢 虽不敢造反 不定他本人或下头疗鼠 使个计谋 是个陷阱 没声没息地 黑了咱爷俩 或者给爷个儿 现成的窥吃 就算要不了命 折辱了爷的脸面 造个事端 一水冲了他们的案子 这些子弄神弄鬼的伎俩 那却是不能不防的 和珅见红咒还在犹豫 笑说 也别忘了 您还是微服查访 办的查马客人 又说是王大人 就这一层 地方官给你扣个身份可疑 关押起来 您能不能追究 这赌钱就是凭证 整您一下 弄得灰头土脸 您还能不能 冠冕堂皇地去拿勒尔锦 去年广东涅斯汤旺祖 去查办高耀县人命官司 收受贿赂 在高耀珍珠楼 和婊子吃花酒 让县里当场拿住 加号三天 案子没查成 还受了将三级处分 爷大约知道这事的吧 红咒听着已经起身了 好了好了好了 危言耸听 爷听你们的还不成吗 就依着老梁的 你留在这店里 咱们这就走 红咒一行四人 出去溜溜散步而去 和身便回后殿房中 甘肃地高气寒 虽一时季春天气 撂翘春风掠地而过 还是一阵阵身上泛出冷意 此刻已进三更 后殿大院因房射简陋 只有拐角通道二门上 掉一盏若鸣若暗的羊角风灯 深藏青涩的天穹 像一口广袤无垠的大锅 疏密不定的星星 引药闪烁着微芒 院中粗大的白杨树 树干泛着淡青色直触高空 模模糊糊融化在黑暗的夜色之中 枝叶都看得不甚清晰 今天的事直到现在 他还觉得有点恍惚 从九宫娘娘庙 一下子又回到了官场 而且攀上了天子 唯一的亲弟弟 和亲王洪昼 都是数转数变 如梦如幻 大起大落间 他不能不凯探人生 机缘莫测 在院中徜徉了一会儿 又思量 如果今夜无事 明日洪昼必定要笑骂他 卑躬蛇影 大惊小怪 不仅 又一个玩儿 深深透了一口气 回了房 也不打火点灯 合一躺在床上 望着天鹏出神